首相安华高调欢迎英国乐团酷玩Coplay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但伊党领袖却要求取消这个乐团的演出 而且这个乐团的主唱曾支持性少数群体LGBT 伊党中尾纳斯鲁丁今天在社交媒体贴出网站截图 显示Coplay主唱克里斯玛丁在演唱会上 展示象征性少数群体的彩虹旗 纳斯鲁丁也批评Coplay演唱会不会为宗教国家和人民带来好处 政府允许他们的演出是在纵容享乐和异常文化的散播 伊党领袖过去不断反对西方艺人来马演出 包括去年美国歌手Billy Eilish 8月的演唱会 2009年丹麦乐团麦克雪摇滚演唱会等等 Coplay昨天宣布将在巡回演唱会中 于11月22号来到吉隆坡 安华随后拍影片回应 欢迎来吉隆坡